过年前台商返乡潮高峰 防疫旅馆住宿率平均高达8成 随着入住高峰期过后 订房量锐减也让不少业者打算退场 根据统计春节期间 全台防疫旅馆房间数量约为3.2万间 5号入住率下滑到只剩下37% 让不少业者萌生退役 目前也有39家旅馆业者退场 少了约2000间房 全台量能只剩3万房 退场饭店得依照规定完成环境清销 静置后才能接一班课 未来国内防疫旅馆量能 会不会面临不足问题 指挥中心也倾向火线回应 那至于整体的一个量 然后三月还有一部分 然后二月底三月底 二月底三月初 这边还有一些的需求 不过相关的一些怎么样来做这些安排 我们现在会跟教育部 还有跟业者来谈 针对国人需求指挥中心强调 会和业者进行洽谈 另外对于先前检查 不合格的业者 也会直接要求退场 对于先前检查 然后再检查 我去哪里的 四月底下 我去哪里的 我去哪里的 和业者